我们最后讲到台海问题 台海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目前台海危机 可以说是跟823炮战那个时候差不多危险的 老师没有违言耸听 为什么 因为我们解放军的军队 已经排兵布置的都是每天都在实戴演习 这个是在我们门口已经在准备药物 阳威准备打进来的练习了 但是我们台湾的国内社会 舞躁跳马躁跑 录制口罩的严重性 大过瘦肉精的猪肉 施安团体遇到瘦肉精全面休假 总统府发言人公然在办公室 在局长办公室里面把他当成泡房 事后逼别人连续堕胎三次 女权团体全部休特休 完全视若无睹 在台湾 台湾价值跟政治正确 可以无视于任何一切人事物的发展 但是有一个问题除外条件 是什么除外条件呢 因为我们万恶的共产党 他所管辖的解放军 他们有一个特殊技能 是什么特殊技能呢 就是刚好对于台湾价值无效化的技能 解放军现在在渤海 在东沙海域 不断的排兵布阵 这些军队很多从福建发出来的 那他们进行时代联系 距离台湾到底多远 各位你有没有想过 你在这边打打打打打 那你离我到底近不近 如果你离我10万8千里 也不就像我们的名嘴讲过 离我300多公里远 那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 我们关我们什么事情 各位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解放军只离我们90海里 大概就是166公里的距离 解放军的军队只离我们166公里 台湾的同胞你有想过这件事情吗 这个算什么东西 我们讲一句话 我们不要说飞机 我们只要开跑车 所以老师那台破车 他开一个小时 166公里也到台湾了 我们国家做了什么事情 我们开了记者会 我们开了一个外交部记者会 我们开了州州府记者会 我们开了国防部记者会 我们谴责万安共产党的挑衅 然后通报了我们 与我们友好的友邦 谁 日本吗 还是美国 还是哪个黑人国家 各位 我们就算通报了美国 好不好 人家海空军已经在面前了 美国还在选总统 各位同胞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美国在这次这么 简单离我们这么近的距离 美国是没有反应的 到了今天老师收到的消息 中国连双航母也行都出来了 美国没有动作 为什么 等一下会讲到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如果有一天各位台湾同胞 有一天我们被解放了 要成为万恶共产党下的子民 千万不要去怨恨共产党的残暴 不要怨恨美国没有道义 不要怨恨日本怎么没有看在台日友好的学义 你怎么没来帮我们 你只能怨一个人 怨我们自己 为什么 因为我们选了一个没有能力守护我们 也没有告诉我们怎么样备战的总统 以及肆无忌惮的政党 我们现在状况 如果熟悉越南历史的人 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南越政府的末代总统吴廷言 他自下的南越 跟现在台湾 极无二字 为什么 因为我们放任的政府对我们予取予求 很多人说共产党没有人权 他没有民主 没错 共产党真是一个独裁霸道妄恶的政府 那请问我们不要有瘦肉筋残留的肉品进入我国 不要危害我们国人的健康 大部分的百姓都同意 我们政府不同意 为什么 这是民主 一个民选的独裁民主 人为刀主 我为鱼肉 我们百姓没有反抗的能力 我们只能笑着新疆这些集中营多么没人权 内蒙古怎么样的被强制了去学习汉文 我们笑他 你怎么不反抗 但是我们正在嘴巴被撬开 要去喂食这些瘦肉筋 我们子孙更重要的事情 我们子孙未来要学习中华文化 从哪里学 各位知道吗 要从电视剧中学到 为什么 因为我们教育部删减了中华历史 各位中华不代表中国 中国只是现代政府而已 现代自然的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无论是中华民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之前他不叫中国 他叫大清朝 他叫大明朝 他不叫中国 他叫大元朝 中国现在我们给他定例 那中华历史是我们共同的文化 而未来我们的教育部删减了这些中华文化 未来的学生不会知道三国历史 删减掉 不会明白大唐文化 删减掉 不会知道武则天 删减掉 我们没有历史 为什么 因为好统治 怎么说 俗话说的好 不知史绝其志 不读史无以言 你要愚弄一个百姓 最好方法就是 他连自己谁都不知道 而我们还有能力 还有时间等到那个时候吗 很多人认为中国解放军在渤海 在东沙 是完全不敢在我们台湾海峡中间 去做一些什么样越格的举动 因为我们的国军十分强大 因为美国一定会来照顾我们 老师只能说一句话 人家都已经断了你北边南边的出路了 你是插刺也南非了 就算你要从海峡另外一段出去 台东那个地方出去 抱歉 人家的飞机已经可以在那边 布下了一些电磁攻击 你根本就逃不出去了 对不对 等到他们都演练好了 真正的再从 再从我们从台湾这边 本土上直接越过台湾海峡上岸 那请问一下 我们能够撑多久 这件事情很重要 很多人说美国会来帮 我们就分析这件事情 老敢说不会 为什么 各位 你要知道 老师告诉你一个数据 你不信 你可以上网去查 美国国会预算局 也就是所谓的CBO 发布的一个报告去预测 这一年度美国的债务 占国内生产毛额 也就是所谓的GDP的比重 高达多少 高达98% 一个国家收100元的税款进来 要还98元的债 那么他发生任何军事冲突 他有战败或是平手的机会吗 一旦美国派起了军队过来 不要说打败 打成平手 美国就算输了 为什么 他损失掉的战力 不会在短时间之内恢复 飞机不是造飞机 造飞机 你还得进口 要时间的 是不是 那么他如果损失的战力 到全球布局不平衡的状况之下 那么他全球军事霸主的地位 就要暂时的退下来了 那一个你没有办法在全球军事上 当做霸主的美国 请问一下 你这个一个赚进来100元 98块要还债的国家 他的美元还有价值吗 美元为什么以美元当世界货币 因为美国很强 因为他的军事力很强 所以他的国家 他的货币值得信任 这是一个基础的原则 对不对 为什么台币不能当世界货币 因为台币他没办法 为什么人民币没办法 因为人民币他在他政治黑暗度比较高 他没办法 好美国 我们相信美国 至少我们相信他的飞弹 我们相信他的航空母舰 我们相信他的军事力 但是一旦在台海之中 他吃鳖了 那么损失的战力 你要怎么维护其他地方 北约地区的军事稳定安全 没办法 你增援不过去 因为你没了增援 那最有问题的就是美元 美元将会产生了很大的危机 而美国只要让特朗普 顺利的连任当选 那么4年之后 美国现在所拥有的东西 他所谓的高科技 很快的都会被其他国家取代 为什么 因为锁国政策 美国有没有锁国过 有的 美国上一次锁国 就在二战节 胡佛的时代 造成了什么 伟大的经济大恐慌 而现在第二次的特朗普锁国 人不晓得他是不是胡佛转生的 如果让他顺利连任 那么美国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遇到了国内的经济问题 如果美国加入了台海之战 那军事专家也这么认为 中国他已经受到影响 他一定会至少有4年的经济停滞 4年 中国经不经得起4年的经济停滞 可以 为什么 因为他内需很强 内循环很强 再怎么样 他们的国民负债程度没有这么高 地是政府的 再怎么着 他们还有很多鬼城可以住吗 对不对 很多房子可以住 内需还足够让中国撑过4年 那美国呢 100元的税款 98元来还债 很多部分还还给中国 那美国这种负债生活的国家模式 跟百姓生活 不要说4年 他撑得过2年 各位 前几天的新闻 美国已经发不出每个月三百周 好想更正一下 每周300元的失业补助金 300元 发不出来了 特朗普讲的 发不出来了 像这样政府 国库已经掏空的地方 他能够撑得下两年吗 也不要说两年 他撑得过跟中国打个平手 一年的时间停滞吗 有困难 所以说老师一直在说 兵凶占围 这个世界迎来的变化 或许我们都应该要先做好充足的准备 以不变应万变 为什么我们要做好准备 因为我们的政府 似乎没有保护我们的方法 各位你说是吗